政府近日宣布 对违反现行令的民众罚款 提高至1万令吉至5万令吉 此举引起人民的不满 就连政治人物也认为 罚款数额太高了 前首相纳吉认为 违反现行令的罚款金额 是马来西亚最高的国家 不应该做出汇 导致人民破产的举措 他在脸书贴文说 因为粗心大意犯下的违规 和违反强制隔离的违规 不能一概而论 纳吉举例 违反的情况很多 比如没有戴口罩 忘记扫描MSAJATERA 没有保持人身距离 未经同意跨州 群聚等等 一些不是特别严重的违规 可能是因为人民疏忽所致 如果在罚款提高后 却出现与政治人物罚款 数额不一样的双重标准 肯定会激起名分 应该是给予劝导的罚款 而不是让人民破产 而且这笔罚款金额 也会对人民代义士造成困扰 因为如果超过3000零级的罚款 将让他们失去人民代义士的资格 他建议政府可对没那么严重的违规行为 采取逐步加重罚款金额的措施 像是第一次犯错 罚款1000令吉 第二次3000令吉 第三次6000令吉 第四次货以上 则罚款1万令吉 他说 这样的罚款方式被其他国家使用 也被当地人民接纳 因为没有人 会对多次违反SOP的固执人士 感到同情 他也说 SOP也应该保持一贯 不能经常反反复复 会令执法人员和人民混乱 行动党杨巧双认为 政府对违反现行令 罚款提高至1万令吉 太过分了 他说 这十分残酷 1万令吉 可能是一些人 一整年的总收入 他直接在推特贴文上 标签国防部高级部长 伊斯麦莎比里 并附上一张女子手指脑袋翼 欲要用脑思考的图片 你们部长 可以吹捧联邦政府 发百米计划 不过 如此荒谬的罚款 你出局了 此帖文纷纷引起 网民留言点赞 有人认为政府 对政治人物和民众 持有双重标准 未经许的结许 等着 来自行 速度 消灭 刺客 开启 速度 通知 停 度 后 此